大家好 今天介绍的是Bowl Bake Brain Tainer 就是大脑调节器 或者同步器 今天是升级版本 介绍的是 它有六个模式 频率还是三个 但是有一个开关 小黑色的开关 是不用来控制外宽的 等于是不同的两种麦宽 各三种频率 低麦宽 感觉更适合睡觉的时候用 更轻微一点 然后下面我把这个打开 这是9V的电池 然后这个插孔是用来插耳边电极的 把耳边电极插上 然后这个是夹在耳 这个耳夹电仪呢 夹在那个耳垂的部位 现在可以把它夹上 夹在耳垂的部位 然后开机 旋转那个黑色的大旋钮 咔嚓一声它就开机了 现在这个模式呢 是那个7.8赫兹 书满波模式 然后可以调 中间这一块呢 是9.5 我感觉频率更快的 所以边上这个是 0.5赫兹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波形输出的 我们调到那个7.8赫兹 我们调到那个7.8赫兹 就比较明显一点 就比较明显一点 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给调一下麦宽 按一下这个麦宽的控制按钮看一下 它这个扶植立马就下去了 感觉就小了 然后现在感觉就非常的轻微 按上去以后呢 它这个扶植立马就上去了 感觉就不一样 这个旋转呢 往旋转呢 顺身向上就调大了它这个输出能量呢 你看了 现在扶植变大了 现在把它调到最大 现在把它调到最大 最大的时候呢感觉也不是那种特别难受 它电疗一会儿 你会感觉那个你的耳垂这个导电呢 就 通了一种感觉 就是感觉特别明显 再过一会儿呢 治疗呢 就又不明显了 这又有一个过程 它里边内部还有一个小开关 就这个小开关 这个控制那个老年模式和年轻模式呢 现在我们用的是年轻人的模式 它的输出能量呢 要小 比老年那个模式要小一倍 我们把它先调低 调低以后呢 切到那个老年人模式 就是打一下开关 然后再调大 稍微调大一点 就跟刚才那个感觉是差不多了 这个能量要高不少 调到最大的时候呢 感觉非常明显 因为老年人他那个皮肤啊 比较粗糙 脑袋能力非常差 所以老年人模式呢 能量要高一点 而我们年轻人呢 就 脑袋能力好 因为年轻人模式 输出能量低一些 是这样 现在我把这个还调到年轻人模式 老年人模式有点 风量过高 因为感觉那个耳垂过去 就跟那个 它下面就是灯闪烁一样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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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被电的感觉 非常的 舒服吧 放松的感觉 可以看一下它的麦宽呢 有两种 就是一种 百分之五十五的 一种是百分之二十多的 两个麦宽 好 这个 今天那个仪器呢 就介绍到这儿 放这个盖子 它这个大小呢 也不大 装在 可以装在口袋里边 非常方便 这个是电池盒的盖 可以扑开 扑开以后 更换电池就可以了 是这样 跟巴掌那么大 刚好能装在兜里面 非常便携 晚上睡觉 之前呢用一用 睡的就特别 舒服 如果压力大了 就是感觉比较抑郁 或者 郁闷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 当然了 你写作的时候 如果 或者是干什么事没有灵感了 也可以用一下 用一些7.8或者9.5 赫兹这样的 可以提高你的灵感 好 今天就接到这儿 好